我們請教大家明義 因為現在公民團體已經喊話說 民眾集結在立法院外 帳篷已經準備好了 那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剛剛那個畫面好不好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你們包括有架帳篷 那台子都已經準備好了 現場的人數 今天是上班日 其實我看到我有點意外 因為還有 我看到這個臉書上面 還有老師說 很多東西是課堂上教不到的 你們去接上學 你看今天現場有3000多個 你目前觀察的情況 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好 謝謝主持人 我是十年前 我也是太陽花學運的議員 我就坐在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位置 那星期五晚上 我們在立法院集結的時候 其實最憤怒的 還是只有兩個點 簡單來講 第一個程序不爭議 第二個是實質不爭議 那程序不爭議 其實剛剛年華哥已經提到 讓我們最憤怒的點就是說 十年前爆發太陽花學運的 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30秒通過福報協議 已經很誇張了 可是他至少還有公告90天 只是因為他可能不在社會的關注點上 所以大家沒有做最嚴格的檢視 可是這件事情是在五月十七當天 五月十七當天 黃國昇老師提了再修正動議 是早上才交到立法院的議事處 審法條怎麼可能是七點的 拿到就要開始表決 但他還怪他們沒有在看 然後第二是說 好 那公民呢 公民資的權利在哪裡 我們一秒鐘都沒有看過這個法案啊 你到底要說什麼我們不知道啊 對不對 我說真的 你藍白在選舉的時候 都一直譴責民進黨多數國會 都是多數暴力什麼 什麼巴拉巴巴巴點點 我說真的 在委員會的時候 過去有沒有討論 有啊 落實委員會中心主義啊 在黨團協商的時候有沒有討論 有啊 也有討論啊 甚至還有直播嘛 那你現在是在委員會 沒收所有的討論的機會 在黨團協商你也沒收所有討論的機會 全數保留送進去 二十八個版本 而且最後你要表決的 還不是這二十八個版本 然後跟你 然後你跟大家說 有啊 我有公開上網 黃國昌老師昨天還在直播上 公然的說謊 有啦 他們最新的有統籌出 藍白的一個版本啦 但是那是今天嘛 黃國昌跟翁曉玲這邊 可能自己統籌了 藍白這邊的版本了嘛 對 但是大家要知道 什麼叫委員會中心主義 委員會中心主義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照理來說 一個法案最熟悉的 一定是該委員會嘛 那該委員會的 專業程度也比較高 他可以做一個 比較細緻的討論 然後整合出一個委員會的版本 再來表決 明明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今天的活動 你們有在網路上面發動嗎 因為你也是早上過去的嘛 因為我聽說 昨天晚上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在這邊集結了 那現場大家都不認識嗎 我看到很多人是拿著自製的手版 上面寫著 毀政亂陷再留止 對 我現在還有收集一些 我有跟一些小黨朋友收集一些 就是說 這整個運動開始 是星期五晚上開始的 因為星期五晚上開始 有民進黨 香普馬老師 這個沈國楊委員 受傷嘛 那沈國楊學生其實蠻多的啦 其實我們是真的蠻憤怒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立法院的衝突會演發成就是 甚至會傷害人生命的一些行為 OK 那我們聚集在那邊 其實我們也是撐到12點 終於立法院願意下班 所以我們 但是我們當時有跟群眾說 這個戰線還沒結束 我們下週二再戰 所以其實你說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集結 我們星期五就開始集結了 OK 陸陸續續就到立法院集合 那其實老實說 現場多數的人我都是不認識的 那今天其實也有一些公民團體 幾十個公民團體 包含金銘連 跆拳會 地球公民連 基金會等等 甚至是所有小黨 所有的本土進步小黨 全數都到了 台灣基進 綠黨 時代力量 小歐盟等等 全數都到了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團體 願意放下彼此的旗艦 OK 一起集結在立法院 就是因為 這整個過程真的太過離譜 這程序上我們就已經無法理解 十年前 福茂協議 黃國昌老師站在我們這邊 共同對抗 中國國民黨的黑箱作業 十年後 老師 難道這不黑箱嗎 比十年前還要誇張 因為我剛剛聽到很多人在外面 是直接針對黃國昌來做抗議 沒錯 黃國昌老師對我們讓不能理解 我說真的 中國國民黨的 讓我們也是理解 所以青年已經不太可能支持他們 可是黃國昌以及柯文哲 當年是太陽化運動最大的 培養出來最大的兩大政治明星 他們的台灣民眾 現在承接所有青年最大的希望 你們在選舉的時候口口聲聲說 民進黨多數暴力 可是你們現在所進行的程序 比當年的民進黨八年 還要粗暴千百倍 OK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實質不正義 我們可以看今天二讀的法條 所謂的國會藐視權 像國民藍白最喜歡說 美國國會也有這個聽證權 為什麼我們不能改 拜託 美國國會第一個 他沒有質詢行政官員 那民意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現場蠻多學生的 你們打算今天 可能戰線會持續到幾點 沒有啊 因為很多人很擔心你的安慰 我覺得不用去擔心 因為我們其實現場都有一些 比較有經驗的十年前的參與者 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街頭的運動 應該怎麼保護自己 那我覺得現場的行動 其實都相當的理性 我們都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 那很多人很喜歡問說 那你們會不會有下一步行動 我必須要在這邊嚴正的說明 嚴正的跟這些立法委員說 今天群眾的下一步行動是什麼 不是我們決定的 是你們決定的 你們今天在立法院越離譜 我們的行動就會越來越升級 OK 我們不想這樣做 可是是你們逼我們的 對 好 所以還是要呼籲 要保護自己的安全 安全最重要 但是我們可以來看 稍後目前兩點半之後 立法院內要來繼續審查法案 那今天總共68條法案 那在稍早的時候 第25條反質詢法 已經過關了 裡面意思就是 只要是被質詢的人 有所不從 最高要罰20萬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了 現在立法院也要繼續在表決 我們請教小玉姐 因為看起來 目前是25條已經審過了 那大家在很關心是 25條就是反質詢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藍白整合的內容 那當然被黃國昌說是最高級米 經過幾天看起來這個藍白整合條例已經出來了 他說質詢之答覆不能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並且不得反質詢 不得拒絕答覆 拒絕提供資料 隱匿資訊 虛偽答覆 或有其他藐視國會的行為 好 違者呢 質詢人2萬以上 20萬元以下的罰完 這一條就這樣過了 以後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以後出現就像傅困奇這樣講的 我就讓你民進黨找不到官員 對 我先講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第25條 那目前為止是二讀 是二讀 今天是二讀 那國民黨想要在5月31號以前拼三讀 好 那我先針對這個法條 為什麼大家覺得不合理 第一個是你說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 我必須要講說如果傅困奇沒有講那一句話 我還不會覺得這麼不寒而栗 可是傅困奇大家還記得嗎 他去當總召的時候 他就講說 我就是要讓你民進黨找不到官員 你看到剛剛就像舉經講的 你講的這個條文 被質詢人不得反質詢 不得拒絕提供資料 不得引益陳述 不得虛偽答覆 你光是這樣子還不講 我們待會還會講的藐視國會的行為 你光是這個 違反者可以罰2萬到10萬 而且可以連續罰 說實在的 今天你對這些行政官員來講 他今天有些政治是那個 像我們經濟部長 人家是那個上市公司的老闆 他可能身價都上億什麼什麼 他今天願意來做你這個部長 一個月領你30萬 然後你說這種條文 然後他就說 他如果什麼 不得 不順你的意 不順你的意 然後我不想回答 我拒絕回答 譬如說我回去想一想 委員你所指示的事 或者是說我可能一句 我不認同 這樣子就會被罰錢 對所以這個跟比例原則 罰2萬到20萬 而且一直罰一直罰 這個標準在哪裡 這標準 對你講到一個重點 標準就是沒有 因為他我覺得前面這個 你還說有於法有據 你不得反質詢 不得拒絕 提供資料 不得引力 或者虛偽答覆 你說這個還有標準 有一個 他其他說 其他藐視國會的行為 或者是其他藐視國會的行為 這個我就覺得 這句話是大有問題 其他 這是包山包海 沒錯 而且這個你要怎麼界定 這個變成是你立委的主觀認定 變你立委主觀 我覺得你藐視國會 你就是藐視國會啊 這個你要怎麼認定 所以你知道 因為我是讀法律 我們之前在學 就是說你要這種修法 你這種字眼 最好是越具體越好 不要有那種 可以自由新政 會有那個 可以很大裁量空間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一條 就是這個字是最有問題 因為你包山包海 其他藐視國會的行為 我就講一個 譬如說像上一次 有一個立委很誇張 就是問 牛許婷啦 就是他不是問 陳建仁嗎 他說你跟上帝 禱告的時候啊 那你都跟上帝講什麼 結果這個是 陳建仁自己跟 他搭 我跟上帝的事情 對不對 對 所以他就不回答 那你說 不回答 不回答 藐視不會 這種 你就說 我就很荒謬 你這種會不會 後來牛許婷不是說 你這種就是什麼 藐視國會 或是你隱匿不答覆啊 你這種無關 無關行政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答覆你 所以這個 從三四個月之前 我們兩張一上來 鋪牌就已經鋪好了啊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光是這一條 我會覺得說 你這樣子就可以 界定官員 你藐視國會 這個是非常非常荒謬 那反過來 那你說今天 立委好大 又有聽政權 調查權 還有可以干預行政權 那你回過頭來 你像上次 那個羅志強 非常荒謬的行為 把那個NCC主委叫上來 就說 你知道我要問你什麼嗎 NCC主委說 我不知道 下去 好 那很好 我就是不知道 你要問什麼 那你說你這種 是不是藐視官員 那你只能規定 藐視國會 那你這種 很阿爸 很 很 這種藐視官員的行為 你自己沒辦法控制 就我們都沒辦法 制約這些立法委員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整個不知道在幹什麼 但二讀也過了 那看起來 藍尾 這個多數優勢 三讀可能之後也很快 就會直接送出去了嘛 所以啊 這個就是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回過頭來 我就要強調是說 為什麼傅崑奇 當時會講說 我要讓你民進黨 找不到官員 他這句話 跟你今天剛好過的 這個藐視國會法 我會覺得非常不合理 我會覺得國民黨 就是想要把我們的 整個賴清德 或是卓隆太內閣 你整個給他大搞亂 來搗亂的啊 那我 所以你就說 這個藐視國會 光是這一條 你都沒有在委員會 好好的審查 像這種 很誇張的 這種文字 這種 受你這種新政裁判 很大的一個文字 你都不用好好審查 就這樣子過了 那萬一 你再加上 像許小新這一些的人 你動不動 就用藐視國會 藐視國會 你覺得會對 這些官員合理嗎 好啊 好啊 好啊